今天對穿上這場比賽 雖然一面倒被看好被獲勝 但是打起來並沒有那麼輕鬆 那畢竟上次對決已經四年前 那想請問小代面對這樣穿上不放棄的精神 你在第二集有做出什麼樣的挑戰 其實因為在風向的掌控上面 我覺得今天算是有掌握的比較好一點點 那他的移動速度也是還讓我驚訝就是很快 那我自己也是後面有一些失誤 但是沒有到非常的多 就是很高興自己有控制住失誤 這場勝利是你在台北羽球公開賽第四座冠軍 那目前與其他兩位選手並列第一 那你也說過你28歲還在打羽球 算是一個老妹了 那你明年還會回來拿第五座冠軍 順便打破國內紀錄吧 我先把今年的比賽打完 明年再看看 那明年的比賽 那這場比賽結束之後 世界羽球錦標賽將在一個月後開打 你覺得對自己的狀況調整如何 還有需要加強什麼樣的地方嗎 我覺得自己需要加強的地方 應該一直都是穩定性吧 就是希望說在下場的時候可以很專注 然後去把每一顆球做好 因為我覺得這 是我一直以來遇到比較大的狀況 然後側大的顏面 哇 哇 哇 你們有很多人 我也是太深啊